大家好,这里是星光大赏,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1958年,邵逸夫成立邵氏兄弟有限公司, 六七十年代是邵氏电影的黄金时期,被称为东方好莱坞。 邵氏女明星在港台及东南亚拥有强大的号召力, 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今,这些荧幕家人有的离世,有的成为妈妈婆婆被角色, 让我们不免揭探青丝成学的残酷, 但她们的美丽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1.李丽华 李丽华生于上海,1948年移居香港。 李丽华是杜月生的干女儿,八面玲珑, 从上海到香港到台湾到美国, 在乱世中游刃有余, 打败同时代所有人成为天皇巨星, 获得两届金马影后。 她的演艺生涯就是半部华语电影史。 大导演李翰祥赞美她, 女明星中论风采,演技,无人能及她。 2.王莱 王莱生于北京,原籍山东, 1951年移居香港。 王莱演技精湛,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演艺生涯中, 曾四次夺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有千灭女星的美誉。 王莱多次在李翰祥电影中扮演老宝、 媒婆一类的角色, 在《金瓶双雁和武松》中饰演王婆出神入化。 李翰祥赞叹施奈安和兰林笑笑声时照着王莱写的王婆子。 3.林黛 林黛生于广西南宁, 父亲是程思远, 1948年移居香港。 林黛创下了蝉联四届亚洲影后的记录,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却因与丈夫的感情纠葛而选择自己终结自己的生命, 年仅30岁。 邵逸夫说, 林黛小姐一代天才演员, 不可多得, 她却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 真是太可惜了。 4.李湘君 李湘君生于江苏南京, 1951年移居香港。 李湘君有秦怀美人之称, 13、14岁时已经是平均明觉, 满玉黎原。 1961年正式签约邵氏为当家花旦之一。 1963年与韩国影帝 申荣君和演鲍恩段而成为国际影星。 5.尤敏 尤敏生于香港, 源及广东。 尤敏外貌清丽可人, 是香港国语影坛独一无二的玉女偶像, 两届亚洲影后, 第一届金马影后。 艺术说,我们都承认, 再过一百年, 一百个人当中也不会有游泯之双眼睛。 6.张仲文 张仲文是河北人, 抗战时举家迁往西安, 15岁与任职空军的低任丈夫结婚, 大陆时局动荡, 随夫逃难到台湾。 1963年加盟邵氏。 张仲文外形性感野艳, 身材火辣, 外号喷火女郎, 最美丽的动物, 被美国媒体称为东方的玛丽莲梦露。 7.乐蒂 乐蒂生于上海, 1949年移居香港, 第二届香港影后, 乐蒂演绎了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和 祝英台,林黛玉, 念小倩等角色。 古装扮相轻力脱俗, 气质高雅, 被称为古典美人。 乐蒂只活了31岁, 外界说她是因感情与事业的双重压力 而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 但她的哥哥雷震澄清 乐蒂不是自己选择离开世界。 医院诊断报告是, 由于助眠药物的副作用而引起心脏羞克身亡。 8.夜风 夜风生于湖北汉口, 1949年随家人到台湾, 1954年到香港发展。 夜风外形冷艳高挑, 歌舞俱佳, 人称长腿姐姐。 她与店茂当家小生张扬, 和邵氏当家小生凌云分别有一段婚姻, 是一个敢爱敢恨, 不在乎他人眼光的女子。 9.凌波 凌波是福建厦门人, 1949年进入香港电影界, 1960年加入邵氏公司, 第六届金马影后。 她在李汉祥的梁山博与朱英台中反串梁山博, 掀起了黄梅调电影的高潮《大红大紫》, 那一年被称为凌波年。 她开创了在荧幕上反串男爵的先河, 至今影响深远。 10.邢惠 邢惠生于上海, 1962年签约邵氏, 她是命运最为悲惨的邵氏女星, 因事业和感情的双重打击, 精神上出了问题。 1994年, 邢惠在和母亲的争吵中狂兴大发, 用力气伤害了她的母亲。 蔡兰说她伤害了母亲之后, 好似精神错乱, 行为举止十分怪异, 看得人心惊胆战。 邢惠被判入狱十一年, 出狱不久后便鬱狱而终。 11.狄娜 狄娜胜于广东兴宁, 1971年进入邵氏出演《大军阀》, 成为邵氏第一宴星。 狄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抛弃了资本主义,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80年代改革开放后, 狄娜来到大陆发展航天事业, 为内地机场建立导航系统。 到80年代末, 大陆绝大多数的机场 都采用狄娜旗下公司的 卫星导航系统。 12.警力 警力生于台湾, 祖籍山东。 父亲警淼是邵氏老牌演员, 警力6岁就开始拍戏。 1966年到香港影坛发展, 在邵氏17年演出50多部电影, 合作变了狄龙、江大卫、 尔东升等邵氏大帅哥, 是70年代邵氏一姐。 他属于第一眼看上去不惊艳, 但越看越耐看的美女。 13.郑佩 郑佩 郑佩生于上海, 父亲被劳改。 1961年投靠在香港的母亲。 郑佩佩的大罪侠是新派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 她也被媒体评为武侠影后。 1971年, 郑佩佩退出影坛嫁人生子, 多次怀孕又多次失去自己的孩子, 直到40岁才有了儿子, 然而她还是离婚了。 1992年, 平唐伯虎点秋香付出影坛。 2001年, 平卧虎藏龙再创高峰。 14.何莉莉 何莉莉生于南京, 1948年移居台湾, 19岁进入少市。 何莉莉誓约如日中天之际, 退出影坛下架传运业巨子赵世光, 生下三女一子。 赵世光却在外面有了小三和小四, 甚至有了私生子。 何莉莉选择了隐人, 熬了43年, 在赵世光去世后掌握了公私大权, 让小三小四以及私生子一个刚不容都没分到。 何莉莉成了最后的赢家, 她说, 情人是上不了台面的, 我的位置谁也别想撼动。 15.胡锦 胡锦生于江西, 在台湾长大, 1969年被李翰祥发掘转入电影界发展, 成为邵氏著名艳星。 胡锦唇边有一颗美人质, 一股天然的风骚媚态, 演了无数风月片, 却从没有裸露过。 所有裸露戏份均有替身完成, 她只需做出各种欲仙欲死的表情即可。 香港才子蔡兰说过, 胡锦在电影中的性感是造作出来的, 本人非常端庄, 私生活亦不放荡。 16.胡燕妮 胡燕妮生于广州, 终得混血儿。 1966年进入邵氏, 胡燕妮的长相十分有辨识度, 让人一看难忘。 郑佩佩曾回忆说, 胡燕妮是我们当年美人中的大美人, 只要她一出现, 那些年轻的女孩子都得走到一边去。 17.李京 李京生于上海, 1949年随父母移居香港, 李京年仅17岁就获得亚洲影后, 红透半边天。 李京跟方亦华和莉莉是邵逸夫的三大红人, 三人不时传出争宠传闻, 据传邵逸夫是李京的初恋情人。 然而, 李京爱情不如意, 投资失败, 败光了所有家产, 晚年负债累累。 2018年2月22日下午4时, 李京被发现在出租物李氏多日, 身体已经腐烂发臭, 一代影后落得如此凄凉结局。 18.田妮 田妮生于江苏无锡, 后来一家人到台湾, 1967年选美出道, 1973年加盟邵氏。 有一次王精参加节目, 主持人问王精, 在你心中谁最性感? 王精说, 田妮第一, 周迅排第二, 田妮我觉得是无敌的, 她很瘦, 但她把美感演到了极致, 在此她之后, 也只有周迅可以做到, 单看样子就觉得非常棒了。 19.潘颖子 潘颖子生于苏州, 1953年迁居香港, 1963年考入邵氏南国培训班, 毕业后成为邵氏公司演员。 潘颖子最为人熟知的还是电视剧, 主演的一代女皇, 神雕侠侣, 一代皇后大育儿, 风靡华人世界。 如今72岁的她看上去仍然像个少女, 成为娱乐圈的不老神话。 20.汪萍 汪萍生于台湾, 祖籍浙江少兴, 1969年进入少市。 蔡兰在书里回忆, 在影片《武松》中, 汪萍饰演的潘金莲被武松一刀刺死。 汪萍怎么也演不出状态, 李汉祥给她讲戏, 她一生爱武松, 一直渴望和她来一下, 这一刀就向武松进入她的身体里。 说完, 李汉祥做了一个愈先愈死的表情, 汪萍照做, 得到金马影后。 21.邵音音 邵音音生于香港, 在台湾长大, 1972年进入少市, 成为著名艳星。 香港作家陶杰评价邵音音, 她和她的作品 令一代香港观众第一次有了反应。 邵音音音事业不顺, 想要通过喝药了结自己的生命, 结果因为反胃吐了出来, 吐出来的药喷到浴缸上, 将浴缸都腐蚀了, 她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现在是获得两次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的老西骨。 22.李莉莉 李莉莉生于香港, 祖籍广东。 1964年签约邵氏, 李莉莉在邵氏从江大卫的女朋友 演到江大卫的丈母娘。 如果说郑佩佩是邵氏第一打女, 那么李莉莉就是邵氏电影的第二代打女。 内地观众对李莉莉的印象是TVB电视剧《笑傲江湖》中 岳不群的妻子宁忠泽, 黄日华版本《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 23. 施司 施司生于台湾, 原籍湖南。 1969年进入邵氏, 被当成郑佩佩接班人培养, 是邵氏后期的第一武侠女主角。 施司主演的台湾电视剧《珍珠传奇》 在大陆风靡一时, 这是她最后一部电视剧。 施司嫁给了富商沈长生, 结婚两年后, 丈夫因违法吸毒案入狱, 两人离婚。 如今退圈几十年的她皈依佛门, 安静度过晚年。 24. 于安安 于安安生于香港, 阻击广东。 1975年加入TVB出道, 1977年开始在邵氏拍电影。 于安安是尔东生的初恋女友, 两人相恋八年后分手。 于安安嫁给周润发, 伴郎是刘德华。 两人属于冲动结婚, 九个月后就离婚了。 于安安二婚嫁给富二代李万琪, 生下两个女儿, 最后因老公出轨而离婚。 于安安和尔东生仍是好友, 出演了尔东生导演的电视剧《心不了情》。 佟丽娅因为长得像于安安而被尔东生选中, 饰演年轻时代的于安安。 25. 慧英红 慧英红 慧英红满洲镇黄旗人, 生于香港。 1977年签约邵氏, 慧英红是第一届金像奖影后, 后因事业滑坡, 感情不顺患上抑郁症, 想要服药自我结束生命。 幸被妈妈和妹妹发现, 她醒来后豁然开朗, 死不了就不死了, 没人爱就自己爱。 慧英红不是邵氏最美的女演员, 却是邵氏艺术生命最长的女演员。 她最近十年拿下四次金像奖, 两次金马奖, 成为娱乐圈中年女演员的励志榜样。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再评论区告诉我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